社會鋼管 社會觀感 社會鋼觀感 那我就會變成一個 全世界最 屌 的 人 我的美貌這麼可愛 大家吃了應該 掌心悅目吧 還是我身材不夠好嗎 是我不夠辣嗎 我今天是滿辣的 你看什麼叫做賣肉 賣肉就是用自己的身體去換取 不管是金錢還是名氣 比如說拍A片 比如說拍全裸寫真 甚至是一些檯面下 大家看不到那些出賣肉體 出賣靈魂 不甘不敬的事情 那請問爆狂有這麼多方式 為什麼你一定要選擇一種 會讓社會鋼管 社會觀感 社會鋼管 觀感 社會觀感不佳的方式呢 吃下這一顆強身不老藥之後 我能夠做什麼呢 如果我吃下它 那我就會變成一個 全世界最屌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一個歷史的見證 我的存在就是一個歷史 這個很偉大耶 因為在一千年以後的科學家 他們可以免許任何的假設 因為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 這個將會比Google跟AI都還要厲害 然後面對我自己的人生來說好了 我覺得我可以不用害怕失敗 因為我有非常多的機會可以重來 就像如果我今天被淘汰了 沒關係我可以豁達 因為我可以有底氣有勇氣的 再繼續回來這個舞台 因為我有的是時間 再來依照我的現場來說 我的美貌這麼可愛 大家吃了應該掌心悅目吧 是吧 是的話給個掌聲 謝謝大家 好 妙病了 那如果今天一個標題殺人的出現 其實會造成大眾輿論的 往往不是真或假 而是鮮和辣 我自己感受過這種感覺 在 在 文字遊戲的操控之下 然後受到大量的輿論攻擊 謾罵 批評 這很像成千上萬的人 拿著刀 拿著劍 指著你 但你卻無路可逃 這樣子的心理壓力 讓我每天以淚洗面 但我卻沒有辦法抒發 因為從來沒有人來問過我 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明明媒體就是 具有話語權跟影響力 他決定的這個火苗 究竟是被撲滅還是被點燃 所以他更不應該去助燃 這個守門人的角色 應該要讓火苗熄滅 所以我覺得人性並沒有錯 錯的是利用人性的人 行行都可以出狀元 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站在父母的角度來思考 家永遠是小孩子的避風港 那今天如果 我做父母的我不支持他 請問小孩子要去哪裡找避風港呢 我舉我的例子好了 我的爸媽 也是從以前不支持我 到現在非常的支持我以外 還會去跟大家炫耀說 你看這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叫妮瑄囉 他們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支持我 並且以我為榮 那在我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就會第一個想到的是我的父母 因為他們永遠在我的背後 給我力量 讓我可以在我喜歡的行業上面 一直一直不斷的努力 所以我認為父母就是要支持小孩 做喜歡的事情 成為他們的避風港 本人就是來自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孩 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比別人差 也不覺得自己會比較自卑 相反的我反而覺得我很幸福 而且我比別人獨立自主 我的媽媽告訴我 她從來沒有想要成為一個多偉大的母親 她只想成為一個充滿愛 而且讓孩子快快樂樂的媽媽 她曾經跟我說過 也許在她的人生當中 她的婚姻觸了膠 但她最最慶幸的是 她有生下我這個小孩 最後的最後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這個思想開放的新時代 我們都可以選擇成為一個獨立 而且負責任的女性 我們不用被這些道德綁架 不用被貼上兩性歧視的標籤 更不需要應付那些最糟糕的性愛 所以我們選擇不依賴男人 我自己來 謝謝大家 被外遇一定有被告知的權利 你說她可能會希望 活在這個謊言的泡泡裡面 但泡泡終究會破 但卻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誰的責任 你是她的好朋友 你告訴她 你可以先幫她想後路 剛剛有提到 離婚有多麻煩大家不知道嗎 你沒有證據怎麼打官司 怎麼爭取小孩的贊養費 那監護權怎麼辦呢 這些都是要提前準備的 好 我今天不講 我就在旁邊靜靜的 然後最後這個朋友 他就因為這樣而被拋棄 被離婚 然後他開始想 我是做錯了什麼 還是我身材不夠好嗎 是我不夠辣嗎 我今天是滿辣的 好 但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因為這樣子 開始失去自己的自我價值 離婚可能還是小事 如果他因為這樣 失去活下去的意義 你承擔得了嗎 你是他的好朋友 好 所以我會覺得 不說他是一種 袖手旁觀的心態 那這樣事不關己的朋友 真的不要也罷 像是小賈斯汀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某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杯子 被店員上網拍賣 竟然賣了台幣45萬元 再來 英國女歌手JCJ 他在台上跌倒 然後竟然有瘋狂的女粉絲 也把自己的腳弄受傷 還拍給他看 重點是他講了一句很可怕的話 他說 為了像你 我什麼都願意做 可見 藝人這個角色 對於這個社會的影響力 是非常可觀的 如果藝人做出了違法的事情 他不僅沒有盡到這個社會責任 而且他還做了非常負面的示範 退出就是他們負責任的做法 在每一個領域都有身為他的楷模跟榜樣 甚至是不能犯的錯 比如說政治人物貪污 下台 球星吃禁藥 打假球 淘汰 大學教授如果性騷擾 請親力離職 所以這些社會領袖跟社會楷模 做了這些犯法的事情 退出是他負責任最好的方式 他要下台 他得為這件事負責 謝謝大家 來吧